我非常贊同剛才阿苗 對於民進黨一些的建議 跟執政 我把南偉這個提三 特別預算跟剛才黃國昌 一起來講 其實本質上 每個立委他的行為 是必須要被檢驗的 最後我們就是用邏輯來檢驗 你的提案跟你的論述 對不對 國民黨立委上禮拜才講說 民進黨政府 過去的特別預算編得非常浮爛 無法監督 所以我們要提案去修改預算法 不要讓特別預算 可以在以下幾種情勢 就是特別的狀況 可以來編 我跟你講討論到這裡 就不需要跟國民黨討論 因為邏輯就錯亂了 誰說特別預算 立法委員無法監督 每一筆特別預算 都是立法院要表決通過的 那他授權一些狀況 天災人禍 然後非本來的稅路稅出 狀況底下 我可以編一個特別預算 來就國家緊急的狀況底下 可以使用 比方像這一次 這個地震 我是說真的 好險有各方的因素 讓這次的災情雖然有傷亡 可是算是控制在最低的範圍之內 如果說災情更嚴重 我們突然需要一筆預算來做 重建 或者是我們需要一筆預算來做 怎麼樣的救災 沒有特別預算的話 我們怎麼用 再來我講最扯的事情 國民黨在一手提 說應該要把那個特別預算 要做修正跟限縮 另一手提了一堆特別預算的法案 包含國民黨立委一堆人提什麼案子 說每個人要普發現金一萬塊 在裡面自己的提案的第二條第三條就想 裁員來自於特別預算 還有國民黨立委是直接提說 要把那個整個我們的健保 補足 點數的費用補足不要打折 然後應該要花個好幾千萬 好幾億吧 那個相關的預算 用特別預算支出 所以一手提特別預算 另外一手說三特別預算的法源 這是邏輯錯亂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層次 我完全沒有想跟他們討論 因為他們是來亂的 兩個邏輯是錯亂的 再來我回到黃國昌去 就是控訴 或者說媒體報導說 從林月琴 然後到現在賴慧元被插隊的事情 我贊成阿苗講的 我們要從他們邏輯面來破壇 黃國昌 為什麼賴慧元要插你對 對啊 完全沒有任何邏輯 據媒體報導 那是在財政委員會 賴慧元是財政委員的委員 我跟大家報告 大家可能不知道 質詢順序是該委員會優先 黃國昌 你就算早上五點就要立法院排隊 去財政委員會簽 你還是要排在賴慧元後面 這是司法的 這是司法的 他說因為黃國昌也以為 他在司法委員會第一個簽到 之後去各個委員會簽 你去各個委員會簽 你就算其他委員會簽的 比該委員會的委員前面簽 你的質詢順序還是在後面 所以賴慧元沒有任何動機要插你對 我如果賴慧元我今天我舉例 我今天跟阿苗假設 我們在議會或在立法院任何地方 我今天因為比阿苗早簽一格 我可以比他早質詢 多少有點道理 如果我比他早簽 我還要排在後面 我有什麼動機要插你對 所以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不小心 不小心照黃國昌的邏輯 說這是叫做媒體操作 側翼操作 說他的邏輯變成說 如果你今天插我對 我去爭取我的權益 難道錯了嗎 沒錯 但錯的是你沒有朋友 今天的狀況是 立法院裡面是他同事 我們正常我們都有出過社會 我們這個職場遇到認識的人 我現在不要講說是朋友 認識的人他不小心插你對 你會用吼他的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你沒有朋友 這是做人的道理 你現在跟我講什麼道德 你現在跟我講什麼公民道德 公民與道德的老師沒有教你 跟你的同學 跟你的同事之間 大小聲 要正常相處嗎 結果他今天把他簡化成 只要被插對 然後他就是可以鬼喉鬼叫 可以大聲罵 這是不對的 我最後講 待會兒也沒有任何動機要插你對 所以我講結論 我覺得黃國昌 比較像是有主角症候群的人 什麼叫主角症候群 就是說 就會有種妄想 就大家都在他 對他不利 然後對他算計 全世界繞著他轉 這種人很容易對別人發怒 因為別人做什麼事情都會針對他 賴會員可能 剛好在那邊不小心 沒注意到 就說針對他插隊 大家可能聽不懂 什麼叫主角症候群 白話文 三個字 大頭症 這就是黃國昌